画画123 绘画理论3 饱和度 贴心叮咛 先看绘画理论1.1-1.8了解色相 绘画理论2.1-2.3了解明暗度 再看这个单元 饱和度 锥状细胞的三个感应值 消除白光剩余值用来定义色相 剩余值也用来计算饱和度 锥状细胞的剩余值的加总 除以感状细胞的感应值是饱和度 白光大都来自周遭的慢射光 白光的消去值越多 饱和度越低 远方的山 反射光经过空气层 进入眼睛 距离越远 加入的慢射光越多 饱和度越低 远方的二座山 比较饱和度 就能判断那座山比较远 近处的景物 在阳光照射下 反射光很强 慢射光很弱 饱和度很高 在暗处的景物 反射光很弱 使慢射光比例提高 使饱和度降低 画画时 加入少许灰色 就能降低饱和度 例如 绿色的山 加入灰色 饱和度降低 距离感变远 如何得到灰色 天空的灰色 蓝色加橘色 混合成黑色 再加许多白色 就得到灰色 树丛的灰色 绿色加红色 混合成黑色 再加白色 就得到灰色 欢迎大家看影片 学画画 享受画画的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